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炳妹妹说 我是阿炳林慧君 这回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我才3000多万排到现在1亿多 当时那个房地产是便宜的时候 位于台北市东区占地110坪 窗户望出去就是仁爱路的林荫大道 这间市值破亦的豪宅 屋主就是他 昔日的中市当家花旦蒋莉莉 杨大哥 谢谢你介绍我进来 也谢谢你这三个星期来对我的照顾 你先赶快进去吧 董事长已经问起你好几次了 周游找我也是 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说 因为他看我的样子 就是很像一个大学生 他说我听说你还在念书 我说对 他在哪里念书 我说我在文化大学 我还记得我市计3000多个人 只录取10个 你早知道他会走吗 因为他的事已办完了 楚大哥 那你既然早就知道他冒充荣荣的表面 为什么不揭穿他呢 顶着文大戏剧系的光环 蒋莉莉一进到电视台呢 演对手戏的不仅有港星郑少丘 还有一线小声张成光 我演的时间其实是很短 你知道那时候 张成光是我的学长 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傻啊 你现在正要开始红的时候 你就不演戏了 结婚什么时候都可以结 你现在结婚干嘛 我还跟他说 不要 我要结婚 因为那时候蒋莉莉进入演艺圈 才短短5年 就成了电视台的当家花旦 有着大好的演艺前程 因为我巨蟹之后 我很喜欢在家 小时候我就很想要早早的结婚 小时候怀抱的结婚梦想 在25岁这年实现 当时蒋莉莉经由朋友介绍 认识了玉翠山庄富豪地主林大德 交往两个月 对方就向他求婚 因为我先生比我大4岁那时候 他就跟我说 哎呀 他年纪比较成熟啦 他不想要这么晚结婚啦 我就觉得说有道理 那他比我大这么多岁 那如果说我不结婚 再等等他不等了 他跟别人结婚怎么办 所以我想还是赶快结婚好了 年纪轻轻就走进家庭 想莉莉坦言 也是因为母亲 我妈妈好喜欢她 第一天见到她 超喜欢的 几乎就已经爱上她了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 她怎么好怎么好 我妈就开始念我 这个拍完不要再拍了 这么好的人去哪里找啊 两人先到拉斯维加斯办登记 之后回到台湾举行婚礼 当时的证婚人呢 还是前总统蒋中正的次子蒋伟国 婚后蒋莉莉退出演艺圈 在家当个好太太 我第一个儿子就很快就 因为他年纪嘛 他就觉得结婚就是要叫你生小孩 不然娶你干嘛 那就是说希望早点安定下一个家庭 那我也很喜欢结婚人 我当然很愿意生小孩啊 好 我就生了一个小孩啊 我生小孩的时候 是我悲惨岁月的开始 因为蒋莉莉渐渐发现 自己对亲密的枕边人 一点都不了解 因为认识两个月就结婚嘛 其实我觉得我跟他不大熟 不是很熟 他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 我不骗你 我真的不知道 都有人来告诉我说 你先生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以前有跟女朋友怎么样怎么样 我都不知道 蒋莉莉本来以为可以透过相处 翻卖了解 但让他不能接受的是 丈夫的这个恐怖习惯 后来就在台湾一段时间 肚子快大起来我就去了美国 结果他中间都没有去看过我 就去了Vegas 起初蒋莉莉完全不知情 直到有一天 在美国待产的他 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后来我妈妈有一天打电话给我 说哎 就是说我的先生说 他已经去美国看你了 听说你快生了 我妈妈还说 哎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没有啊 没有来看我啊 这下蒋莉莉极乐 也开始胡思乱想 我那个时候我弟妹跟我工作出来 我就跟他讲我就很怕 我想说哇 我现在跟他认识两个月 他是不是有别的老婆啊 他怎么就失踪了这个人 他就说不会他不会失踪 他不是这种人你不用担心 他跟我说 他应该去Vegas 那个时候这个也没像这么多 也没像亲人这么多赌场 就那么几家大的 他电话打一打就查到了 终于找到老公 蒋莉莉放下心中大石 但老公却要怀孕的他 去拉斯维加斯一趟 我说啊 我肚子很大不能去找人啊 就快生嘛 我说 我说医生说我不能坐飞机 他说没关系 我有私人飞机来接你 我想说哇 为什么私人飞机要去接我 他说他很快马上就到了 你记得把那个支票布带着 带支票还有私人飞机接送 蒋莉莉越想越困惑 不晓得老公到底在做什么 但一想到老公会不会有危险啊 快临盆的他呢 只能照做 果然没多久就有人来按电铃哦 就按电铃 叮咚我就开门 他就说 Is Mrs. Ling here I said yes yes I'm madame please 哇 家常型轿车 我就坐上那个轿车 我就很紧张 可是我其实心里有点怕 然后没多久就开到那个机场停机坪 然后下了飞机 哇 那个飞机才是 飞机都是金的哦 那个厕所 马桶都是金的哦 洗手台都像金的 完全像拍电影 但这些蒋莉莉都没有心情欣赏 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抵达后他被带到一间小房间 老外就跟我讲说 哎呀 你要 Cone down 还叫我说 Take deep breath 深呼吸 然后说 我们现在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你的先生 我输一点钱 跟我讲什么2 point 多少 million 哇 一紧张英文也变得很烂 哈 听了半天听不懂 好 他就最后拿一张纸 写在那个纸上给我 然后我就再算 个十百千万 十万 百万 百万 我想不会吧 他说 US dollar 那个人说 Yes US dollar 我一听 当场大哭 当年一块美金呢 可以兑换大约40块台币 老公机欠了230万美金的赌债呢 换算下来台币就要9千万 哭到孩子快睡下来了 那个老外被我吓坏了 其实他说你不要担心 他说他会给我 叫我不用担心 安心的去生孩子 一定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抵达 叫我千万不要把我送回 上飞机了 第二天早上我是孩子了 我真的孩子被瞎出来了 后来靠着公公的帮忙 解决抵债 但夫妻俩的积蓄呢 也全部拿去还了 蒋莉莉真的不知道 未来该怎么办 那时候第一个就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离婚啊 那当然事后他有跟我安抚 就跟我讲说你不要担心 第一个啦 第二个就说 以后我都不会了啦 这个事情过去就算了 那你当然会想说 你有一个小孩在手上 你一定我觉得任何一个女人 都会忍耐绝受给她一个机会嘛 蒋莉莉心想可以用爱呢 帮老公改掉这个快习惯 但他很快就发现 老公呢又飞去堵城完了 先前给他的承诺都是假的 我吃安眠药然后就喝酒 我想说这样比较快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妈妈死掉以后 你要不要伤心 你要很乖 什么类似像话 我不是记得很清楚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很懂 可是他大哭大叫 就打电话给爸爸还是什么 我不是记得 反正他就救了我 幸好当时才四岁的儿子激紧 救回蒋莉莉一命 历经亲生事件后 老公哀求他再给一次机会 老公就跟我讲说 他希望我再生第二个小孩 他说因为我生第二个小孩 他一定一定会改掉这个坏习惯 我就为了这句话 我觉得OK 所以我就说好 我就决定生 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不能碰的女人 我这辈子没有避免过 可是我只要一碰我就坏 结婚七年后 蒋莉莉怀上第二胎 她又被送到加拿大去代产 直到快生了才见到老公一面 但生完孩子之后 老公就再也没碰过她了 有小孩 然后他每天都说很忙啊 什么什么 我居然可以理解 我居然可以接受这样的借口 而且有时候小孩很忙嘛 忙忙就忘了 你小孩哭一哭啊 弄一弄到上学 你心里头会觉得说 好像这样是不对的 夫妻关系这样子 像陌生人一样是不对的 可是你也没有真的去追究 你知道 就这样一年过一年 一年过一年 就这样过了16年了 真的 无性生活的心酸只能往肚里吞 假面幸福人妻 蒋莉莉一眼就是16年 当时吉利促成这门婚事的妈妈 看在眼里很心疼 所以我妈就跟我说 她觉得当初她这么快让我嫁给她 她觉得她有责任 她有时候也会跟我说 她觉得有点自责 那我就跟我妈说 不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记忆 我反而还要安慰我妈妈 我妈常常会去跟我说 她很自责 因为就是她 一直叫我结婚 之后丈夫又到上海发展事业 一年见面的日子呢 加起来不到一个月 蒋莉莉成了伟单亲妈妈 一个人在台湾 独自补养两个孩子长大 那时候我儿子就跟我讲 妈妈你要重新振作 我想说那我用什么方法振作呢 我能干嘛呢 真的耶也是很碰巧 真的碰巧 好 我就想 我要去买房赚钱 在儿子的建议下呢 蒋莉莉开始学投资理财 她听说买法拍屋会赚钱 但这个念头呢 马上被老公打枪 你有病啊 你去买法拍屋 法拍屋是你这种人买的 人家都是流氓 到时候给你抓起来 你千万不要干这种事 但一次因缘际会 她租到林凤娇 位在东区的楼中楼房子 意外从邻居口中得知 那是法拍屋 我说蒋小姐 你是不是买了林凤娇的房子 我说林凤娇 你们也知道这他房子 他说知道 大家都知道这种是他的 他法拍来的 我说哈 这房子是法拍屋 我就跟我前夫讲 我说你不让我拍房子 他说法拍屋住的运气不好 不要不要不要乱住法拍屋 那时候要不然又流氓了 要不然又运气不好 还讲一大堆理由都不让你 我说对不起哈 现在我们住的这种房子 就是法拍屋 我看你住的不挺高兴的 我们家小孩也挺高兴的 他也吓一跳 于是蒋莉莉开始研究法拍屋 2003年SARS期间 他发现一间仁爱路的房子 在法拍 当时底价3400多万 蒋莉莉开价约3700万 顺利得标 他小时候看到这个 就一定要叫我买 刚好这边房子很大嘛 空空的也不知道放什么 然后他钢琴就放在这很好笑 那小儿子说不错啊 妈妈你布置一个 Piano Bar在这 有一个Bar 有一个Piano 110平大的空间呢 蒋莉莉跟两个儿子 各住一半 这几年儿子长期待在国外 那半边呢 就成了他的储藏室跟运动空间 对我的运动场地 你看我的道具不少喔 不要小看 我举这个喔 我跳绳喔 我还跳球喔 我跳球一流的喔 我还蹲滚轮喔 而蒋莉莉的主卧室呢 走的是简约风格 我儿子坚持要我买的 他一直觉得很简单 他说你这个卧室实在是 一点都不Romantic 所以他就叫我招这两个灯 这个是我赚钱的地方 我在这里研究我的股票基金 研究我的什么 房子把拍的啊 我会在这里看啊 看我 我很用功耶 我自己的那个投资 我还做笔记耶 就在蒋莉莉介绍时 我们眼前发现 他还放着前夫的照片 这些我就是 还是那个 因为我不想给孩子 觉得说有什么改变嘛 所以就 所以前夫的照片 对对对对 但他们 他们回来就是 不会有觉得不一样 因为反正他爸爸以前 也很少回来 没有差 两人在2009年签字离婚 结束了22年 有名无实的婚姻 而这个决定呢 还是儿子鼓励蒋莉莉的 她说我觉得 你一点都不开心 你可以离婚 为什么你 你不是刚刚吵架 都是一定会讲嘛 我要跟你离婚什么 我说你可以做啊 我说不太好吧 这样对你们 不会不好吗 她说不会 孩子的这番话呢 让做母亲的 决定勇敢追求自己的人生 两个宝贝儿子呢 始终是蒋莉莉的骄傲 我妈很公正我觉得 你妈很公正 公平公正公开 袁达你觉得呢 我妈一流的 我从六年级到十二年级到 去美国学校以后 她每天早上六点 准时起床送我上学 大儿子魏力呢 长相俊秀 曾短暂进入演艺圈拍戏 小儿子袁达呢 成绩优秀 美国乔治亚大学毕业之后呢 考进Google当工程师 我这儿子好会念书喔 我在美国 非常优秀 还得到最高荣誉奖 毕业得到 highest owner student 那电视墙四面就出来 然后就打那个 highest Victor Lin 然后他就去颁奖 我真的全身鸡毛皮的 我好开心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还好二十年前 没把你拿掉 看着一首拉拔长大的儿子 各自在不同领域有一片天 奖励力满足又欣慰 年过五十的她 脸蛋身材都保养得宜 完全不输年轻女生 你看我一站就起来了 而且我还可以休息 一秒钟不停 好电话响了 跳球去接电话 接起来这样 我有一次就这样 跳 我朋友说 哎呦对不起喔 打扰你了就把电话挂了 早起运动 投资股票 前瞎时就找好姐妹聚会聊天 偶尔还客串戏剧演出 爸 你不认识我们啦 我是你代理人而已 尽管从小憧憬的婚姻生活 落到现实世界 并不如她的想象 但梦醒之后呢 有儿子的贴心陪伴 蒋莉莉勇敢摆脱婚姻的束缚 学会爱自己 活出快乐人生 以上是我这回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听完故事你喜欢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阿比喔 因为你一个留言呢 都能帮助这个影片被看到 如果想看更多阿比的人物故事呢 欢迎你到台湾大搜索 找到阿比美美的单元 别忘了帮我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们下回见